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点击登录设备管理 这个设置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过 这里记录了我们用微信登录过的所有设备 如果别人也拿到同样的设备 就会轻而易举的登上你的微信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上面没用的设备全部删除掉 设置二 点击我的 找到隐私 然后点击添加我的方式 我们有时候会很纳闷 为什么总是有陌生人能够加上我们的微信 其实他们就是通过上面的这些方式添加我们的 尤其是群聊和二维码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方式都关掉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我们返回上一步 打开加我为好友时需要验证的设置 这样无论谁想加你 只要你不同意 他就加不上 设置三 同样是隐私选项里 我们要把允许陌生人查看十条朋友圈关掉 因为如果有不法分子想要了解你的信息 十条朋友圈就会泄露很多 那通过以上设置 我们微信上的隐私就会得到很好的保护了